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作品还原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设计理念 在工作室 随处可见各种中国元素摆建 可以感受到斯卡利对中国文化的喜爱 和对传统元素的敏锐捕捉 早在2013年 第一次到广西南宁考察的斯卡利 就被这座独具中国民族风情的城市所吸引 至今六年时间里 他前往广西南宁约30次 在他看来 中国元素与意大利建筑风格 有异曲同工之处 他尤其对中国少数民族的建筑风格 情有独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1985年开设设计事务所至今 斯卡利不仅在意大利设计界享有较高声誉 实际上 他从90年代开始 便在中国从事设计工作 参与设计北京东环广场 广州新大厦 北京环茂中心 当代万国城 摸马寓所等 中国知名地标性建筑和高档物业 目前 斯卡利50%的设计项目都在中国进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今 意大利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克雷玛市与广西南宁市 作为国际有城的合作交流也日益深化 深深喜爱着克雷玛和南宁 两座城市的斯卡利 自豪地说 他的护照可以无限次数地前往中国 未来也将与中国设计师 一起创造更多美好的地标剧所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多世界线